我對他說的話 沒有注意了很久的了 因為講來講去都生腹癖的 他自己怎麼威 怎麼辛苦 什麼什麼 你叫我今天上來 我特意看他講什麼 我看了一段時間 我說這個是粵語殘片 在說自己很悲慘 所以我就繼續聽下去 我就聽下去了 我想 這個是你自己拿來的 阿太 那時候我警告過你 你說你做過反修例行動 會令到美國來制裁香港的 很多人都知道我跟你說過 或者說不記得了 對不對 你那時候我講過給你聽 你就打電話給我和我申 說我們寫平 那時候說他因為對那個港獨不注重 又打那時候打過電話來的 我記得很清楚的 所以你現在說這個制裁 你沒有想到你被人私人制裁 但是你害到我們香港被人制裁 你知不知道 全國在香港因為你沒有聽勸告 自把自圍去令到香港制裁 那你說你私人制裁好像很痛苦 那我們的受苦怎麼樣 香港是一個自由港 一向有特別的相遇待遇和美國 現在變成一個被人制裁 那香港失去了很多特別優惠的 在經貿方面 所以你說你自己這樣 麻煩你想一下我們香港人 因為你的行動 私人的行動做到這樣 為什麼我講私人的行動呢 我們一直都以為中央叫你 結果好像一年多之前 英國的大使在直接正式說 這個是香港自己要做的事 駐英大使劉曉明 是 不是個中央指令的 那時候第二天你知道才會很不好意思 出來說明 是啊這個是我們香港自己做的 慘了 這樣而已 所以你怨什麼呢 那你想一下我們香港人怎樣 受制裁啊 是因為你的無知行動 那時候我跟你說過的 會得這樣的 但是 沒得說的 第一 你沒有這個視野 經驗不夠 那有什麼辦法呢 另外一件事 你怨什麼辛苦呢 一個出來每一個做政治領袖的人 都是為人民 為國家來辛苦的 個個領袖 全世界 連到非洲都是知道辛苦的事 是吧 你要做到 你這個是一個貢獻來的 不是你一個享受世界的 所以你不要埋怨說沒有六七 你沒有六七 是反修例之前沒有六七呢 反修例之後沒有六七呢 列車 好